第一位魔法使孫阿嘴的出場 一 七 市長記者會的宗旨就是 用愛去感化這個社會 從今天開始 他就是全新開始的孫安佐 我們就叫他 純愛五條孫安佐2.0 最強的24歲 我真的不是在說說的 我會證明給你們看 今天這麼大的日子 我們要親爸爸媽媽一起 我爸在日本度假中 大家都有各自要做的事情跟工作 不一定是永遠都是我們一家人 永遠都要綁在一起 而且媽媽在日本 他就是很不開心 他就說這段日子 他很為你感到抱取 你自己的兒子 要面對全台灣幾百萬人 討厭你的人 然後說一些很奇妙的話 我覺得身為任何爸媽 應該都不會開心到哪裡去 只是多數人會贏人 但我媽她就是比較直接一點這樣 對 雖然有時候我還是希望就是 教給我處理就好媽媽沒事 你12號即將要面對那個戰事嗎 我特別在做這方面訓練你 頭號敵人是彈身嗎 心中的頭號敵人 他不是我的頭號敵人 他只是我需要打爆的人 對 對 所以有信心可以打爆嗎 Sure 客人的進度可以稍微做一下 今年會有什麼比較大的進度 沒有 我們今年現在就是在等他的那個 回復有收到以後 我們才會開啟我們下一步 申請 可能還要在一兩個月的時候 他才會 大概發出通知書 就是你有上了還是你沒上了 安準的學業呢 後來是有完成的 對 現在目前就是跟學家暫停休息一下 因為我現在要把我事業做好 我覺得比較實在一點 因為我今天這麼大的日子 我們要請爸爸媽媽一起 這個問題我來回復 因為他的爸爸媽媽對他要求比較高 沒有我現在我爸在日本度假中一樣 對對對 然後他的爸爸媽媽對他的要求比較高 所以我們就是持續努力到他爸媽願意出席活動 就是我們的一個光榮時刻 好不好 太容易達成就沒有成就感 所以努力到他會往哪個方向去努力 他在往格鬥運動相關的 那未來有可能結合更多的 比如說動漫的話我們也都不排除 但是要想清楚再講 所以反而有試著要求他們不想來嗎 不是不想來是他們剛好在忙 對對對 然後他們家庭也覺得說 家庭跟工作不一定要一起 這樣子會變成是他們會一直被綁來綁去 我覺得大家都有各自要做的事情跟工作 對對對 不一定是永遠都是我們一家人永遠都要綁在一起 這樣也是奇怪 就變成是時間會卡住 比如說你們現在來採訪我 你們也不會帶著你們爸媽來採訪我 對對對類似這個概念 一樣的道理 他爸爸有跟我講 不可能的進度可以稍微做一點 今年會有什麼比較大的進度 沒有我們今年現在就是在等 他的那個回覆有收到以後 我們才會開啟我們下一步 申請 對 你是用什麼方式去申請 你沒有嗎還是系統 他是在一個網站上 然後你要填就是 該有的資料啊 還有一些身份證明的東西 對 然後大概等可能還要再一兩個月的時候 他才會 大概發出通知書 就是你有上還是你沒上 對 那這個部分因為是很大的計畫 不要說烏克蘭 光是去巴厘島玩都還沒排 對所以就是說 還是需要從長記憶 但是進度上是在申請 對對對 安卓會經紀約前途長期 呃 這個部分的話不方便透露 但是就是長期的 因為 就是我跟安卓的合作是 都有一個默契跟摩托期 這樣子 都已經過了對吧 對 之前媽媽跟日本 然後她就是還蠻不開心 有開個起播 你有看到嗎 有 對 她就說這段日子啊 她很為你感到抱取 沒有我覺得 其實 你今天把我的事情 轉到任何人身上 我覺得都不是一般 爸媽會想看到自己孩子面對的事情 老實說 你自己的兒子 然後要面對全台灣幾百萬人 討厭你的 然後說一些 呃 很奇妙的話 我覺得身為任何爸媽 應該都不會開心到哪裡去啊 對 只是多數人會隱忍 但我媽她就是比較直接一點這樣 對 雖然有時候我還是希望就是 你來交給我處理就好 媽沒事 對 其實就是她爸媽 媽媽都有自己的發聲管道 那我們是個別看待 對 那我們當然也尊重嘛 對 因為畢竟她媽媽也是很擔心她 這些都是出自於愛這樣子 對對對 沒什麼太大問題 那媽媽會不會就勸你說不要出面啊 或是打架 就是打全球賽也不是打架 不會啊 還是很支持你這樣 沒有特別支持 就是 我們很簡單 就是我們現在就是 各做各的事情這樣子 反正可以對自己負責就好了 對對對 那你其實二號即將要面對那個賽事 你現在準備嗎 對 你有特別準備還是什麼 有 我特別在做這方面訓練這樣 對 很認真 呃 你說不管是 呃 有氧啊 或者是 呃 特別的重訓 或者是 格鬥的對打我都有在做這樣 那一天可能練 呃 三四個小時 就這樣 對 所以你頭號敵人是 彈聲嗎 心中的頭號敵人 她不是我頭號敵人 她只是 我需要打爆的 呵呵呵 打爆 yeah 她可能是我們的 呃 夢想目標的一個守門員 欸對 You're gatekeeper 呵呵呵 對 所以有信心可以打爆她 Sure 有耳 可是她感覺也不是 也不是好惹的 我也不是好惹的 有 我感受到了 呵呵呵呵 那可是媽媽有時候 或是 那個爸爸有沒有為你要小心嗎 因為還是 嗯 因為他們知道這樣講 我也不會聽進去 呵呵呵 所以他們就 你知道 就 算是 支持我在做這件事情 我覺得 對 我覺得我想清楚就好了 他們會到台中去看嗎 欸不會 不會 不會 呃就是 他們要好發揮啊 就是他們會希望說 這個 他再努力一點 看看近況 可能 不是只有一場嗎 因為這第一場 那之後可能 我們再努力更多場的時候 他爸媽會覺得 欸我對我兒子 希望他可以做到一點成績 我再來出現 對不對 對 其實我爸本來要來 可是他真的卡在日本就 哈哈 他去安心度他的家 但我覺得也很好啊 我覺得父母可以不用一直 這麼關注 就是 兒子 因為 他們應該找他們自己想做的事情 對 他們生活過得開心 其實這樣才是最好的這樣 他們開心就是孝順 對 他們過他們的 我們過我們的這樣 對 下個月中 他那時候還在度假 欸 對 去很久 不是用Stay喔 Stay啊 用Stay 媽媽沒有愛上誰 沒有一起 蛤 媽媽沒有一起 不知道欸 不知道 沒有喔 可能沒有也可能 中間跟著去 因為他們去日本也是很 FreeStyle 對 安主知道 自己要簽一個經紀元 是有跟家人討論 還是你就是 給自己想好 我都是自己想好去決定 其實我做了很多事情 你都是自己想好 我就做了 我會 我會事後告知 欸 我有做這件事情嗎 對對對 那當然就是 我的角色 其實他爸媽 第一時間 有問題 都是聯絡我 因為 安主他大部分的訊息 其實很難去全部吸收 對 那他們父母 當然各位記者朋友們 也很常遇到年輕人出去外面 也不太會 講太多 怕父母擔心 那我這邊的話 就是秉持誠實的方式去敘述 那這場記者會也是 呃 有非常認真籌辦 對 那他媽媽原本也是說 要來到現場 但是可能因為時間上 比較忙 那我覺得 這也不是重點 因為我們的活動很多 我們也不是說 做一做就不做了嘛 而且我記者會 不是我媽的記者會 對阿 但他媽媽可能覺得說 欸 我兒子可以發揮那OK啊 我就看他表現嘛 對不對 大概是這樣 那剛剛有宣告 要那個 安卓2.0 那到底跟之前 有什麼不一樣 喔 我會學習 說話的藝術 對 不然我怕 有時候講話 會太容易 讓人誤解 或者嚇到人這樣 對的 然後再來就是 他變得更成熟穩重 那因為畢竟 家庭的事情 我也跟他交流了非常多 所以我覺得 大家也看得出來 他在面對媒體上 面對家庭上 更成熟 更穩重這樣 對 那我之前爸爸腳頭 有說過兩億要帶去遊街 卸票 那他回台灣的話 你會願意跟他一起去嗎 我OK啊 那這個部分 我們是非常願意協助 並且支持 這個腳頭電影 為什麼 因為那是他爸爸參與的作品 那身為家庭的一份子 身為家庭一份子的經紀人 我們都應該力挺他的爸爸 紅哥 那他也是 台灣現在國片的傳奇 也是驕傲 所以這個 遊街什麼的 要做什麼事情 不要說 尺度 會被禁播 其他都可以加 介紹 對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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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支持爸爸很重要啊 對吧 對阿 等你爸回來好不好 OK 安佐剛有說一天 大概花三到四個小時練拳嗎 那會不會這樣就沒有時間 去談戀愛 教你朋友 確實 確實是 現在還是單身嗎 沒有這樣會累到就是 回家就是 我只想睡覺而已 這樣 我一天很長的時間 其實大部分的時間 都在睡覺而已 這個時間是比較適合 現在這個時間點 不太適合談戀愛 比較適合充斥一下 在這些工作上 比較適合 阿奶有最貴的嗎 這個我們不回應 謝謝 對不回應 他們就是正常朋友 對正常朋友 對對對 就要他來看嗎 這個不回應 謝謝謝謝 對 不好意思 對 對對對 阿 他人也不在台灣 在忙 對 在哪裡 華蟬還在泰國 我不知道 有 他有可能去其他國家也輸定 對 不知道 對 互相關心而已 OK 對 烏克蘭烏克蘭那個 還有繼續在募集嗎 還沒開始 要收到邀請函 確定的時候 我才會開始募集 不然別人會說我詐騙 對啊 對啊 這個是一步一步 然後也有點複雜 對對對 對 對 那目前還有什麼問題嗎 那個安準的學業呢 後來是有完整 呃 目前他的學業部分是 可能會比較有興趣在工作上 對 我現在目前就是 跟學家暫停休息一下 因為我現在要 把我事業做好 我覺得比較實在一點 對 對 對